曾经背叛北京南渡过快乐休闲时间的台湖昕衣 最近在里面所在本的进出之下 中于当了中佣金会来进修 所以本来就会回来昕衣去记者会 跟乡亲说一个好消息 现在我们都看到很多的城市 很多的老西医院也都活化 所以北港我们也不落人后 所以我们对开设时指定它为历史建物 再来做基础的调查 再来做先期规划和细部设计 现在已经程序全部都走完了 整个的活化经育都要两千几万 中佣后给我们保障 还有我们在政府的时候要组织一些配合 整个的信号 进度走到这个地方 对北港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修复完以后 它的功能性可能会很多种 也可以策划来表演 也可以策划来展览 什么都有可能 最主要我们就从一个北港的记忆 记忆开始 这个是基地 顺略台让信仪 毕竟正跟北港人开始会议 在顶来第一座信仪和救援 香港年代 李维索地分和北港乡亲 都没有告诉 都是充满着对大户信仪都充满着快乐这样子 而且以前呢是上课时间老师会带队来看电影所以就不用上课了 所以就可以直接来看电影更快乐 但是这一笔建议需要透过议会来办理电影 在这里也拜托我们议会欢迎一案 我想最近呢文化处就会把这个颠覆案送到新议会里面去了 那我想我也会全力的支持 并且呢请我们议会的同仁 大家共同来支持这样的一个修复计划 除了核定来有文化的旧信仪中现代党电影的文化展 所以北港亭也要进出国际曼火下期 营造美类固定 记得你申请不吝点赞